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翘完很久 想要看這23一些溫泉的影片 那現在呢 我們就出發吧 好 新的一隻 新的開始 那相信大家應該等很久等這個影片 那我們今天呢 就好好的介紹這個23野溪溫泉 那就是後半段的1 3分的路程 那剛才那個西瓜給我一個很酷的東西叫鹽塘喔 那走路的時候就寒著就不會感覺那麼辛苦了 那我們現在去一向沿著這個 枝亞根溪 一直往上喔 往上 不是往上 是往上 OK 那這裡呢 有這個鹽塊 大石壁那邊 鹽塊喔 然後上缺 我現在把牠子按捺 我們看一下 那高到灶呢 現在就要過河 這是第十次吧 應該第十次過河 那一樣是輕鬆切一點過河 好 當你們來到這邊的時候呢 過河 第十次過河之後 看到這個 還有那一顆 我這一顆 這顆我這把拿掉 來 知道為什麼拿掉嗎 因為 上次我們就走上去上面 那邊 原本是以前的那個產業道路啊 那上次我們走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 沿著那個峭壁下來 然後非常危險喔 那其實這邊沿著河床走會比較舒服一點 會比較安全一點喔 所以要把那個拿掉 不然那個只錯路了 不知道走去哪裡喔 我們就沿著河谷走 好 第十一次過河 好 第十一次過河 我們就沿著河 然後放在那裡 下一個河 然後再沿著河 好 看到河 親密的酒 沿著河 再沿著河 你也會被沿著河 然後再沿著河 因為沿著河 尺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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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好 那這邊就是恰干溪跟大快溪的交流口喔 那記得看到這邊的時候 要往這裡走喔 左邊 不是右邊啊 如果你要往右邊 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了 好 那我們就進入這個左側這個溪谷喔 讓你看到這個石頭 不用過溪 沿著牆壁走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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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呢是第15次過河 也就是最後一個啦 那也就是溫泉了 出啊 哇! 竟然就聞到那個濃濃的硫磺味了 要把溫泉坐在前方 嗯! 最濃啊! 到了! 西瓜! 那在我後方這個呢 就是二子山野溪溫泉 那現在太陽非常大 那這邊還剩下大概兩三帳的帳篷 那等一下呢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溫泉河到底有多長 這是台灣最長的一個溫泉 像一下這個溫泉河 就是 terr東雖然 停島 Ne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有一个个人汤匙 大家去看一下 好 那就沿着这个温泉河上来的 然后这个峭壁的右左转呢 就会看到这个个人汤匙 那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泡 下面有 下面都是衣服 不知道谁在那边晒衣服 那一条的晒衣服 就是这里 那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让大家搭帐篷 大概两个帐篷 这边两个 那这个是温泉池 那现在看我们衣服都挂在这里了 哦 他们在晒衣服啊 那这个温泉池呢 他的温度大概是 40度左右 然后就非常舒服 那等一下呢 我们等一下去泡下面那边 那我们这边先拍给大家看 战兰 那這個二子山的一個私人包廂的溫泉的木頭在後面這裡 那個123 那如果你想要離開人群啊 然後想要一個客人的空間 就可以在這個溫泉河上來左邊過河 過一條小燈河 然後鎖短這邊就一個可以搭一個一兩個帳篷的一個小小秘境 那就可以在這邊泡溫泉這樣 好那這邊拍完了我們就準備下去泡溫泉 然後再解說這邊的故事跟歷史 那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那個 來戶外運動的方式 當然記得把這個垃圾帶走就好了 那上次呢我們搭的地方就在這個台階這裡 我們就在這邊搭一條 那這裡呢是二子山溫泉河的那個路頭喔 那等一下我去一鏡到底拍 拍給大家看這個溫泉到底有多長喔 從這邊開始 有很多東西 在這邊看這個溫泉河click 那麼多年前的人 那邊靜置 stoppable 是在這邊 門路頭 裡面 有很多東西 真的 有很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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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好,那这个温泉河呢,你要走快点的话,大概要拍1分钟30秒左右 那整个河川呢,都是这个温泉河,然后非常的漂亮 那就是绿色的,绿色的顶,然后白色的那个温泉河 那等一下呢,我们带大家去泡一个比较适中的温度的一个温泉汤匙 在这里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泡在这个二子山野溪温泉的这个温泉里面 那上面那个温泉的温泉路头,比较烫一点 然后所以呢,我们找一个旁边是河水 河水融合之后呢,就会比较温暖一点 那这个二子山野溪温泉呢,它在斯雅干溪上面 是在这个南二子山跟大块山的中间这样 然后属于这个中性的碳酸氢钠泉 那它的温度大概在四十五度到五十五度之间这样 那这个温泉为什么那么特别呢 为什么我会再来拍第二次呢 因为这个温泉呢,是在我的部落,我的村庄的后方 那以前小时候,我爸爸很常带我来这边泡温泉这样 然后这个温泉呢,也是台湾罕见最长的野溪温泉 大概三百公尺以上 所以刚才有拍给大家看 走过一分钟的可以走完 那我现在就好好享受这个温泉 那我来泡这个温泉呢 建议大家晚上来泡比较舒服啊 因为白天泡真的太热了 泡泡就流汗了 明镜需要您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我們在這邊休息大概半小時 然後拍空拍,然後泡泡溫泉 因為太熱了,所以我們沒有泡很久 然後要拍這個影片 讓大家知道這二三起氣溫泉長什麼樣子 那剛才我們去那個蜜氣溫泉上面呢 以前有一個家族叫做瓦丹 一個主人的頭目叫瓦丹 他們就從那個山上這樣一過來這邊住 然後上面一個石穴這樣 所以呢,西林就是一個瓦丹家族的後裔 然後他們就發現這邊,所以泰魯格爾在這邊叫烏來 那烏來就跟泰雅族叫那個烏來一樣 就是溫泉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邊西林村的部落族人都叫烏來 好,那我們現在就慢慢回去 回去我們停車的地方 那這個溫泉啊,看你個人啊 如果你是想拍照的話 其實單攻可以喔 大概,我們剛剛下面慢慢拍上來 走上來大概三小時以內 好,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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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希望大家在那個 就不要再下雨之後過來 因為這個溫泉流呢 你只要一下大雨它就會暴漲齁 然後暴漲齁 暴漲之後呢,就很難下去了 因為那個土石都會變黃色的 那好幾次 這裡就是有人去釣魚或是來泡溫泉 然後突然雪暴漲之後 他們就請那個直升機來救他們這樣 所以天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啊 如果你要來泡這個溫泉的話 那就是還是要看天氣上來 好,現在我們就繼續往下走吧 死獵人的獵人 死獵人的獵鳥 他們就會放他的鍋子 跟水喔 好 好,那在等待的同時呢 我叫大家怎麼吹口哨 那鋼兩個手指變成這樣子 蛤 舌頭這邊有兩個線 然後把他頂在這邊 然後圓圈 然後用吐的那個聲音這樣 就有這個哨聲喔 那在山上啊 或是你在打獵的時候啊 或是你在野外沒有哨子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吹喔 就可以告訴大家你在這邊這樣 聽他你的位置這樣 再吹一次 捲起來 放在嘴巴裡面 黑色兩個線 那就是簡單的吹口哨的方式 然後在鏡頭前面你可以試試看喔 我們待會兒去 就在這裡 什麼意思呢 你會不會在山上 哪一路 那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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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山上 那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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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終於完成了我們二十三野溪溫泉的 檔案救援計畫 那我們原本一四五個嘛 然後現在我最想拍的這個先救回來了 就再拍一次 那我們單空這個距離呢 大概是二十二公里左右 那單趟就是十一公里左右 那我們總花的時間是六小時 那上去三小時 然後下來大概兩小時半左右 然後包含我們在溫泉拍攝啊 飛空拍啊 跟一些路上拍照片的一些時間這樣 那總共六小時呢 你就可以完成這個二三野溪溫泉的單空這個活動 那如果你想要輕鬆玩的話 當然可以兩天一夜就比較方便 然後上面可以搭營這樣 那晚上泡溫泉會更加的舒服這樣 那這個溫泉呢 是全台灣最長的溫泉河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體驗看這個溫泉 非常的棒這樣 那今天的迷你探險到這邊結束喔 那結束前 請你們先按讚訂閱分享開箱單喔 這樣下次你就會看到我 不一樣的迷你探險影片喔 那介紹探險小活的時間喔 那這個頭巾呢 你就可以防止你的汗流下來 還有你的頭髮 炸到你的眼睛喔 那如果你 怕你的臉被曬傷 就可以掏到脖子上 遮住你的臉 然後戴一個帽子 這樣就可以不會曬到太陽了 或是你可以套在脖子上 如果你脖子很冷的話 那就是一個多功能的頭巾這樣 好 今天迷你探險 那個迷你探險 那個活動都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